当您的肚子最饿的时候 往往最解馋的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而是一碗平肠 但却并不平凡的蛋糙饭 那么如何才能将一碗蛋糙饭炒得 柔软 弹牙 但却又满口牛香呢 那么首先第一步是准备 少许蒸出大米 使大米不仅香软 而且还有微微的弹牙感 然后用清水淘气掉大米护灰 那么这样蒸出来的米饭不仅洁白 而且还粘粒分明 在直接将大米放入开水果当中 将大米操作至6-7成熟 也就是大米中间还有一点点硬性 即可捞出 摊开 放置自然降温 让大米表皮的水分被吸收过后 那么蒸出来会更加的粘粒分明 然后将大米放入蒸至上气的木桶当中 使过程切无按压 让大米保持输送 并用下一步蒸气充分穿透 最后将大米铺平过后 再扎上几个小孔 让蒸气游下往占的充分穿透 盖盖用大火蒸至上气 持续加持15-20分钟 让米香跟木桶的鲜香充分融合 由此让平凡的米香 再添一试色彩 特色 而且采用整气蒸出来的米饭 比直接水煮出来的口感会更好 蒸熟的米饭 晶莹剔透 浓香势意 潜艳力分明 这也是为一款油脂炒饭 打下坚持极锁的第一步 然后将米饭到处摊开 自然降温 以及挥发过重的水汽 再封上保鲜膜 放入冷藏室冷藏一个晚上 米饭越冷过后会收缩 变得饮致 这也是炒饭口感好的又一关键步骤 接着准备糊料 香葱两根 切成葱花 尽量切短一点 再将葱头跟葱叶分开装 接着准备胡萝卜一桥段 用于辅助提升跟提升口感 同时所有糊料的体积 都尽量小于米饭的颗粒 因为蛋炒饭的核心主料 还是米饭 那么这样才能够做到主次分泌 而拖出特色 所有糊料准备完成过后 取出冷藏好的大米 取出一小部分 用一份开装 再准备新鲜的鸡蛋两颗 将蛋液跟蛋黄分泌 蛋黄放入米饭当中 拌饶 让每一粒每一粒都能够活满蛋液 由此形成金包银的美妙色彩 让每一粒每一粒都能够充满蛋香 加持在锅里面加出一小块的猪油 用猪油炒饭煎蛋 会更香更顺 油热下出分离出来的蛋清 将蛋清炸熟炸香 即可捞出备用 再加入拌好的米饭 这不用单独加油 防止油多生力 然后将米饭炒熟 炒香 炒散 直至米粒 北北开始微微脱水 并且在铁锅当中开始跳舞 加入炒好的蛋清 辅料 以及葱头部分 继续将辅料炒熟 炒香 同时有了含油的蛋白加持 那么炒饭的油润度达到刚刚好的状态 然后调入少许食用盐 胡椒粉 以及葱叶 再一次拌匀 自从化放生 管火即可出国 那么一道看似频繁 确在您机场落落的时候 确认给予您的慧 给心灵最大的满足 也希望这道美式给您带来的 不仅是蛇剑跟威力珍惜 更是心灵危机 正所谓人间烟火器 最乎凡人性